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在香港經營酒樓和婚宴的御宴集團 較早前發了一份內部通告 通知他們的員工 如果不去接種疫苗的話 就有需要停工 這份通告在網絡上引來很大的迴響 甚至有網民批評 沒理由要員工去賺命 第二宗消息 林鄭今天在出席一個場合的時候 提到說香港有穩定的疫苗供應 令很多地方都羡慕 到底具體有哪些地方羡慕香港呢? 林鄭就沒有再做進一步的說明了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好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到底余宴的安排是怎樣的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爭議呢? 他們的主席張家豪今天在出席一個電台節目的時候交代 說他們的酒樓在3月31日已經發出了通告 他們就鼓勵那些員工去接種疫苗 每人就會派1000元 他就說這個是勸喻式 有超過三成的員工已經是打了針或者是登記了去打針 連同正準備登記去打針的人已經是接近九成 剩下一成的員工仍然是未決定的 這位張家豪主席就說不會逼這班員工 而特區政府的疫苗氣泡政策出台之後 不少顧客都向他反映 希望員工去打針 以舉辦較大型的宴會 實情最後一句是有些肉蓋離張 顧客反映 顧客反不反映 你做老闆一定很想的員工去打針 否則怎樣延長得到的營業時間 以及可以放寬每一台的人數 不需要每次都抵賴顧客 難道顧客叫員工去死 你就叫他去死嗎? 不會的 所以這句我覺得顯得有些多餘 他就解釋 說這份通告中所提及的停工 只是字眼的問題先用著 仍然是未決定具體的措施 包括可能會集中這班人在同一個地點 或者轉做其他工作 他就說集團向來都是照顧員工 去年虧了三千萬 疫情期間都沒有裁員減薪 並且向了員工派發兩次額外資助 他就認為攝氏的通告是不會讓員工誤解公司的用意 即是現在他就兜了 只是字眼問題 但既然通告都已經斬釘字鐵地寫明說停工了 若然這份通告如果不是鬧上公眾視線的時候 很有可能這班人真的要停工了 當然現在鬧大了 他就說有可能是有其他的安排 這位張家豪主席就承認 通告曝光之後是有壓力的 令到他疑慮 究竟推動員工去打疫苗是不是有錯 他就說個人是支持接種疫苗的 認為打針之後可以令到員工和食客安心 這是企業和社會的責任 他說員工也應該支持公司 這裏我覺得他有多少避重就輕和偷換概念 你說推動人們去打疫苗當然是沒有錯 什麼時候都對的 公共衛生就連隔一切 問題就是 當時你不是推動那麼簡單 你說如果員工不願意去打疫苗 你就叫他停工 這樣就錯了 因為這根本就是構成了歧視 就是歧視那些不願意去打疫苗 或者是身體情況不容許他去打疫苗的人 事實上社會上一定會存在這些人 你不要管他什麼原因不去打疫苗 你必須要尊重他的意願 有些人可能就會認為 那些人不去打疫苗 他無非就是怕死 怕著打完疫苗之後出現嚴重的副作用 或者是有不適的情況 我自己又認為 有些人怕死 那又有什麼問題呢 怕死不是罪 怕死有錯嗎 其實打疫苗正正都是為了怕死才打 無論是怕自己感染了而死 還是自己感染了而再感染到其他高風險的人士 而令到那個人死 其實也是怕死 那才去打疫苗 如果一種病毒 他根本就不會導致死亡 為什麼要搞這麼多大龍鳳 所以我認為一個社會 無論那個人是要去打疫苗 或者是不去打疫苗 都應該是獲得尊重的 故此任何一個老闆 都不應該因為一個員工 他是不願意打疫苗 或者是他不能去打疫苗 而解僱他或者是將他停工 這些完全構成了歧視的成份 在今天評機會主席朱敏健就說 近兩天收到十幾宗有關僱主要求員工接種疫苗的查詢 還沒有正式投訴 他說打了疫苗之後可以獲得更好的待遇 但不打的話就不應該有較差的待遇 如果員工因為拒絕打疫苗而被解僱 那個老闆就有機會觸犯了殘疾歧視條例當中的間接歧視 我認為他後面那句沒什麼問題 事實上就是構成了歧視 問題就是他所說的有一件事 他說接種疫苗之後可以獲得更好的待遇 不接種就不應該較差的待遇 其實這裡已經是一個區別 還說評機會 這些是什麼邏輯 一個人就算有沒有接種疫苗 都應該是受到同樣的待遇才是 為什麼打了針的就可以獲得更好的待遇呢 那麼更好的待遇 豈不是在享受特權 有些人他事實上是身體不容許他打針的 一會兒又三高又肥胖又吸煙又瘀酒 這樣那樣 那麼他去打針的時候 死了你賠一條命給他嗎 是不是 不是的 那不是的時候 為什麼會有一個區別對待呢 這位朱敏健主席就說 政府建議的疫苗氣泡所造成的差別待遇 是合理和有需要 措施本身可以豁免受到歧視條例的監管 我真的不理解他這個準則是怎麼定出來的了 為什麼這個差別待遇是合理和有需要呢 香港就算爆發到最厲害的時候 一天只有百多個個案 不要說到很害怕 那些真是正一齒頭皮 我告訴大家 有什麼很害怕呢 這件事本身是 現在近三個月 你數下有多少人是因為感染這個病毒而死的 有多少人是因為打了針之後死了 雖然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 所以我也不知道有些人經常說 怕是怕什麼 當初大家不知道這個病毒有多強 以為它好像沙士那麼厲害 那你怕頭那半年就很合理 現在已經是幾年半了 還這麼害怕有沒有搞錯 什麼都看穿了 整個病毒究竟是怎麼傳播 有多厲害 又怕 有些國家一天的個案數字 就已經超過了香港一整年的數字 那些國家是要急於推動 用這個全民打疫苗 我認為那個就真是合理和有需要 你說香港是不是真的合理和有需要呢 你比如說台灣這樣 他也買到疫苗 台灣的接種情況也是很頑皮的 那些疫苗也是沒有什麼人問進的 你說大陸這樣 大陸的疫苗接種率也是很低的 但是人家的飲食業 早就已經復工復產 回復正常了 你不見大陸的人死了 更何況就是 在境內搞疫苗護照 就算在外國 很多地方都是吵到拆天的 是很大爭議的 比如說英國這樣 現在英國準備了一個叫做 COVID status certificate 病毒狀態證書 那個已經在做資訊 為期五個星期 這張所謂證書 到底會包含什麼資訊呢 第一 就是到底持有人有沒有去打疫苗 第二 就是這個人最近的病毒檢測結果 第三 到底這個人是不是半年之內 曾經患上這個病毒 然後康復 我就認為 如果 搞一份這樣的 所謂病毒狀態證書 包括檢測結果 我自己也覺得可以接受到 如果你的疫苗護照 只是說 那些打了針的人 才能夠享用得到 那些所謂的特權 我就認為是有問題 我們起碼加多一點 就是做檢測 如果是陰性結果的 他也應該同樣享有那個特權 我想做檢測 那個接受程度 就是高很多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也是 因為你打針 就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檢測最多都是嘟口嘟鼻 死不去 不會嘟一下拉柴吧 所以 如果是能夠加上這件事 我認為就能夠接受到 如果你純粹說 疫苗氣泡也好 疫苗護照也好 只是打了疫苗 才可以享用的話 那些沒有打疫苗的人 就永遠會遭到歧視 因為這件事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結束 如果這些所謂的 防疫抗疫措施 一天要玩下去的時候 這些人就要一天被歧視下去了 那當然不合理 不公平 對不對 所以外國也吵到拆天 更何況就是 這些是牽涉到一些私隱的問題 因為那些所謂的 疫苗護照 到最後 就一定要行電子版 因為如果純粹用紙本的針卡 第一 在監測上 就有很大的困難 因為你去每一處地方 都要自行去登記 你要花多少人 首先可以幫你進入資料 第二就是 用紙本針卡 是很容易造假的 也不知道那個人 是不是真的有打過針 他偽造也行 他被人看 所以到最後 各國都是行電子針卡 但是行電子針卡 就會牽涉到很多問題 究竟會不會被黑客 入侵 拿了資料 因為你那些電子針卡 到最後就不只是 包括那些 有沒有打過疫苗的日子 你要包含那個人的個人資料 身份證的號碼等等 所以在外國已經很吵 吵到拆天 關於這些疫苗護照 很多聲音都是反對 甚至有些外國人批評 疫苗護照是極權措施 但是對於我自己來說 我就認為 如果這些什麼疫苗護照 也好 疫苗證書也好 只要加上一樣東西下去 就是你肯做檢測 檢測的結果 是陰性都得到的話 我是能接受到的 我覺得沒問題的 好了 接著就看看 林鄭今天說了什麼 她說 疫苗氣泡是防疫工作的新方向 疫苗接種計劃正在進行 穩定的疫苗供應 以及用於推行計劃的基建 的確令到很多地方羨慕 好 目前就需要加快疫苗接種的速度 我真的不理解 她說很多地方羨慕 是羨慕什麼 以及究竟哪些地方羨慕香港呢 你說羨慕香港有穩定的疫苗供應 大哥 有一半是科興疫苗 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多國家 羨慕香港有科興疫苗打呢 如果是的話 究竟具體是哪些國家羨慕香港呢 林鄭可不可以詳細地列舉出來呢 還是她這些說話 其實是憑空想像的 好了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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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